陈棟 那是我弟 你连十万都拿不出来 陈棟 那是我弟 那是我弟 上个月我已经给富贵五万块了 那是我大汉年的兴致 上月是上个月 你不是现在拿不出来十万块 我弟弟就要被人活活打死了 富贵那是赌债 是无底洞 我们的家庭负担不许这么大的拖务 我当时怎么就加了你这个情况呢 我当时怎么就加了你这个情况呢 我当时怎么办 这个是我姐 在这么大公司上班 连十万块钱都不给 今天咱们亲自有 我 我什么事 跟我回家来 哎 我可管不了 今天我要是要不到钱 就不走了 妈 妈 是不是对不起你 是不是对不起你 李青青 李青青 给爸妈跪下 你妈妈活这个时候我都不跪了 死了他就让我跪下 哎 好你个李青青 老他扯你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只要看看 语 butterflies 有 Horl 你觉得确定太了吗 李青青 如果提起直斑的话 救过来的很幸福还挺大的 你多傻呀我 救过他个废物 你知道他状态的是谁吗 是人大名鼎鼎的许公子 人家要拿五百万给我私赶 说是啥大叔同意放弃这个样子 就五百万 我当然许能不能放弃这个样子 你需要给陈天涛的父母再商量一下 再报个公子 妈妈早就死 你把我乡下的婚房都拿不出来 早死的舍得我 既然一银做出这个选择了 那我们也只能追问下手 老君娘 能想到你活着的时候一毛钱都挣 自然老师给我留下这么一大笔钱 谢谢 走点死 我不是死了吗 这是哪儿 这怎么这么像我以前的家 2013 我重生了 既然重生了 我要好好把握这个 喂 我要抵押房子 就用这四十万 重启我的人生 不是你啊 长脸的是吧 啊 去接我电话 两个月都不联系我 李清清 之前是我瞎了眼 看上你这么个女人 现在分手 从我家回 东哥 说什么气坏 小弟的业就结婚嘛 只要你把那个房产证上写上我的名字 我答应你 再让你把房产证低啊 是钱你弟弟赌占的窟窿啊 你怎么知道 咱们俩要是结婚了 我弟弟不就是你弟弟吗 哎 你作为解婚 难道不应该帮你帮你小舅子吗 李清清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和你弟弟从现在开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听懂了吗 你 怎么知道 我听到你说的是气坏 在结婚了呀 你说什么呀 我别听你 我 好了 把我骗上话 现在就让我了 随你便 过远点 你 我不敢跟他轻轻固定的房子 让你们入境危楼 找没找到哎冷死了脏死了 李清清 那我不是你把房子给家出去 他就不会死 这个房子就不会死 知道吗 哎哎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可是你家资料给我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他们奇了怪 混账公主 你欺负完了 轻轻开一轮睡觉 起来 快点给金婷道歉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为了 尽快跟东哥结婚 着急要房子的 金婷啊 你放心啊 你受什么委屈啊 叔叔给你请教 叔叔 我不委屈 我就是想尽快跟东哥结婚 你没想到 他这么为难啊 他敢 你放心 这个事啊 我给你做主 妈 我想你们了 妈 我想你们了 儿子啊 刚才爸爸下手太重了 我哪有那个力气的 再说 他也不是个小孩子 叔叔 阿姨 我说东子 你怎么总欺负 倾听了 您让一个姑娘家 衣服不整的往外跑 就是让邻居看笑话嘛 不怪我 我不该惹她生气的 听这样 东子是不懂得 你们俩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不就是发展正常 加个名字吗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加个名字也应该 妈 她不是为了加个名字 她跟我结婚 就出院这套房子 她把用走 你胡说什么 啊 倾听是个好姑娘 啊 东子给我告诉你 倾听是你妈和我相忠的 你要對他負責任 保證我可對你不客氣 現在有行徑道歉 快點個道歉 行徑我對不起我說 哎說還是差不多 你還是比孩子做點飯 謝謝叔叔阿姨 有行徑我請到了 我跟你已經奔手了 你別想跟我說 你怎麼一分錢拿不到 我請求求你了 你你忍心看那些草寨的 打得不回的手腳嗎 你們為什麼不忍心 好 忍東那我們說好了 明天我就讓我媽過來 咱們訂婚吧 忍東 那我們說好了 明天我讓我媽過來 咱們訂婚吧 保證在幹什麼 哎呀你們要訂婚了 是件好事的 你們早點結婚 我們也就放心了 是 叔叔阿姨 我明天就去把我媽叫過來 兩家人坐在一塊兒聊一聊 好嗎 第一件是終生大事 不是太草率了 是 今天就是一個好姑娘 東啊 這位你可抓緊了 是要安排一個訂婚儀室 哎 好呀好呀 現在 這訂婚跟結婚差不多了呢 那必須的 應該的 走 我們準備 哎 一瓶僅十四千五 這廣告怎麼還在播啊 啊 這兒的房子 連農村的平房的烏魯 哼 都是詐騙 是啊 大家都知道這裡的房子不能買 開發商都把房價 僵成這樣都沒買完 開發商要跳樓了 哎 陳東 你笑什麼呀 你該不會想在這種地方 買這種 那幾個房子當婚房吧 哎 我可提醒你啊 我們不能為了占小便宜 吃了大虧 根本就沒人買 你非要在這兒買房子的話 我可一分錢都不給你 阿姨 你看看 陳東要是每天有垃圾婚房 我就不跟他結婚了 兒子 咱絕對不能買這裡的房子啊 放心吧 李青天 我絕對不會給你買這裡的房子 你好 我要買房 還有人來買房 一定是買不起房的年輕人圖便宜吧 你自己挑吧 表上的全都有 這一棟 拿一層 我帶你去看 不 你理解錯了 我要買一整棟 而且不用看房 你個大學生 不好去上課 跑這裡倒什麼亂 什麼 你要買一整棟咯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你知道這一棟樓有多少錢嗎 這一棟樓三十層 每層大概一百坪 按五千一坪來算 大概是一千五百萬 我準備全款買價 你看 能盡快辦理手續嗎 一千五百萬全款買 一次性掏一千五百萬嗎 哎小莉 你就別跟他浪費時間了 你就看到這樣子 能掏出來一千五百萬嗎 哎小伙子 趕緊回去好好上課啊 別讓我讓我把你抓去 還以為師父來買房子 結果是個神經病來搗亂 真會氣 哎莉莉你別生氣 姐幫你把他趕走啊 還不還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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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吧 他他就是個大學生 這可是轉賬千萬以上才能有的黑卡 他一個大學生怎麼可能有千萬消費手品 他這小地方 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是有書的 蘇小姐 您看這生意也確實慘了 我們欠北行的那些錢 您看能不能再分現幾個 收允許 讓他說 這個 是我們北行的黑卡 看著不像是他 一千六百萬 這是真的 一千六百萬 把這帥哥照顧好啊 帥哥您稍等 我這就給您弄合同 咱辦手續 我們可以買到這 為什麼要買這裡的一棟樓啊 蘇晉雪 很高興能再次和你重逢 下次見面的時候 您應該就知道我為什麼買房子 重逢 這不陳東嗎 昨天還跟我結成啊 怎麼著今天一早就來訂婚 這什麼是個賤者 我不是來成交定生業 我也不可能去 這也要出什麼氣了嗎 以前是我不好 你只要答應 把房產證改成我的名字 我以後再也不跟你鬧了 這話說出來 陳東你別給臉不要臉啊 告訴你 我姐看得上你那是你的福氣 我作為你小舅子拿你一套房子啊 你這個臭鄉吧 還他媽敢頂嘴了是吧 請給我 還他媽敢頂嘴了是吧 請給我請 好了好了別吵了 陳東你父母都已經在上面等著了 好話我們上去再說 我心裡 我不可能跟他結婚 你們也不會拿到一分錢 你爸媽可都在樓上等著呢 喂媽 你們先回家一趟 我有事跟你說 好 陳東你什麼意思啊 為了一套房 你混都不結了是不是 你聽不懂人話是嗎 我們已經分手了 陳東你算什麼東西啊 一個下賤的鄉巴朗 我讓你給這套房 是他們看得起你 沒有這套房 你能給我錢錢的資金 我的錢 你們一分都拿不到 吵了吵了 別吵了 以後都是一家人 別傷了死了氣 陳東你忙你的 我再說 陳先生 恭喜你已經升級為我行的尊責會員了 我能到您那兒給您驗證一下身份利息嗎 那你馬上來吧 聽說你不想跟清清離婚了 是 我要跟李清清分 兒子 我知道你心疼房子 結婚以後不就是一家人嗎 住誰的房子都一樣 你聽話 咱想把房子顧給清清 先結婚 我已經把房子抵抄股了 我這樣東西 我所傳有多大的物件 很貴的 給我看 還用來抄股 你不是 這孩子笑 我是關心 就陳東的腦子還抄股 肯定賠呀 有不做抄股的人失敗都自殺 你呀 你這是早死你這是 咱把房子拿回來 把房子落後給清清先結婚 爸媽 你這聽我說完 我炒股進賺了兩百萬 真的 太好了 咱們出去說 我都知道陳東有出息 之前呢 就是清清你做的不對 這房子啊 我們也不是非要不可 但是你這些彩禮 怎麼會的 親家不是非對陳東啊 這房子 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就拿個一百萬 你做彩禮 別說一百萬 你們在我這裡一毛錢也拿不到 誰讓你來我家 我出去 你以為我這麼不要臉 死皮爛臉的要跟緊在一起嗎 我 我懷孕了 你以為我這麼不要臉 死皮爛臉的要跟緊在一起嗎 我懷孕了 好啊 這可是雙體的一門啊 我做了壞 給清清一百萬的彩禮 這一百萬呢 是給我們的彩禮 但是 我們家清清現在這時候懷孕了 還要拿出個五十萬 當保胎費 保胎啊 就在我們這邊保胎就可以了 你們這些鄉下人 難道這種外甥一出生就說蝦巴佬 你清清不可能懷了我的孩子 我也不可能娶她給你錢 陳東你什麼意思啊 啊 我姐懷的是你的孩子 糟糕我姐了你不想負責是吧 我告訴你啊 今天你必須給個錢 一百五十萬是我們家的遇損之費 哎呀 清清啊 你你怎麼這麼不好啊 真的是瞎了眼了 看上這麼一個狗東西 連孩子都不想養 不想要了 哎呦 我的肚子 陳東 今天要不給這一百五十萬 就是丟我們老臣子的臉 父母之命 委婦之言 這個字我定了 這個魂必須結 爸 李富貴他賭博 這一家人貪得無厭 取得他只會家破人亡 賭博 真的嗎 賭貴賭博 親家伙 陳東 我想給錢 是因為你大根就危險 有本事 咱們去銀行 做我控制 不必了 我來證明 陳先生在我們銀行 擁有千萬資產 什麼 不必了 我來證明 陳先生在我們銀行 擁有千萬資產 什麼 陳東 至尊會員 孫航長 您別逗我了行嗎 孫航長 您搞錯了吧 陳東哪來的這個本事 他就是撥當費 李小姐 您是在羞辱我上的至尊會員嗎 孫航長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擔心 您被陳東給騙了嗎 我們倆談了三天戀愛 他有多少錢 我了如是賺了 您是陳先生的戀人 哎哎 您放心 所有的交易紀錄 我們這邊都不要查清楚了 陳先生 符合我們銀行的標準 至尊會員認證成功 曾經的陳先生 現在全權聽您指揮 孫航長 陳東是我姐夫 馬上就跟我姐 結婚了 那手就說我沒個貸款 既然是親屬 看在陳先生的面子上 這有問題我幫你解決 孫航德 這下人 坑我沒有任何 瞭解 我馬上取消他們的貸款資格 陳東你怎麼也害死我呀 陳東啊 你幫助副部人 你不能眼看著他蹲蹲腳吧 為什麼哭 叔叔 阿姨 你們兩個打算親眼看著陳東 給我打掉你們的血脈嗎 兒子啊 清清懷的可是咱們的孩子 咱不能眼睜睜的看著他打掉吧 臭小子 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 沒說了之言 這個事我定了 這個婚必須解 爸 媽 我說分手了就分手了 絕對不會再跟這家人扯上 任何關係 孩子 媽媽對不起你 爸爸不想要你 我們那母子緣分 就到此為止了 這混賬東西 這可就是我老前天的母肉 怎麼著 有了點錢 是吧 就想拋棄你懷孕的糟房之妻 把我老前天的臉丟進了 他不可能管上我的孩子 孫老長 麻煩您查一下最近李清清和李夫會的消費記錄 李小姐 您昨天剛在情人餅館消費過 並且醫院沒有您的任何消費記錄 李先生則剛貸款五十萬 現在還欠款一百八十萬 哈哈 清清 你沒有懷孕嗎 你沒有懷孕嗎 你沒有懷孕 我沒有懷孕 父貴 你 我還這麼急 你真的 滾出去 滾出去 兒子 我剛才誤會你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富贵有这么多的赌赛 没想到孩子这么有出息了 爸妈总理放行啊 还是有我们当面的风采啊 爸 爸 这些只是过毛领导而已 我还有更条件的器官 苏法长 贵航的千红圣圈 我要顾 好的 我这就给您安排 哎呀 干嘛那你瞎呀 往哪转呢 王总你没事 哪来的臭小贩的 碰糟了王总的衣服 你赔得起吗 哎呦 这不是沉冬吗 那我这支衣服是赔不了 你赔不起 王总 你怎么认识这个臭小贩的呀 他是我大学同学 学习好又努力 拿了三年奖学金的贫困事 只不过呀 他的父母都根本是臭大功的 当然赔不起我这身衣服了 学习好有什么用啊 现在还不是笔子上王总 你跟手指头 要我说啊 像你这种人 怎么愿意 也不信 笑什么啊 就像你这样呢 也只能买得起这里 最便宜的房子了吧 不过陈东 我告诉你 这里的房子 已经不是你这种乡下人买得起的了 我要卖房 陈先生 一不准钱刚买了一种栋房子 现在要全部卖掉吗 全部一万 那至少也得一千五百 这个行动 素材片了 王总 他不是你大学同学吗 你验句这个学生可以过吧 这个 咋把这一只浪费 陈东啊 同学一场 能不能 你卖我几套 好 你要买几套 三套 谁要 拿着房子都不 经常是傻 喂 同学 我已经到了 在北湖课 苏银雪 汉武大学的校花 北湖首富的女儿 前一世连对视都没有机会 这一世竟然被我碰了两次 老天王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叫陈东 陈东 也是广武大学的学生 嗯 你在这干嘛 哦 我是来北湖银行实习的 今天是我报告的第一顶 你呢 哦 这是我家乡 我来呢是买苏欺债券 那我带你去吧 好 经理 陈先生想要了解 陈先生想要了解 一股十块 想买几百块啊 几十块的小生意 不要让我亲自处理 全部 年轻人 全部买下可就是五十万 买不起 就别在这儿浪费我时间 别说买 在美女平均公斤 我带一下 上载 这是什么地摊货啊 不要影响我们的生意 轩叔叔 我好像见到我的客户了 是叫陈东吗 陈先生的卡是真的 你他妈见过什么 这么好骗 该不会一张地摊货 就把你骗上床了 你怎么这么说话 经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管好你的嘴 不然我撕了他 刷卡成功 怎么可能 陈东 他妈这个骗子 居然还有脸来见我 呦 人总你来了 这个垃圾骗了你的钱吗 小哥 这个陈东 就是活生生的一个骗子 刚卖给我的王子 不到半个小时 谁都变成了 真他妈是个骗子 骗子 王总的骗 浪费我的时间 从这里滚出去 这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陈先生是我的重要客户 你这么维护他 他 是你网上的重要客户吗 一起滚出去 不用再来了 我看你这钢子 我想要了吧 我要报警 好你的陈东 你怎么说 原来是为了跟他在一起 好你陈东 跟我分手 原来就是跟他在一起的 林清清 我跟你分手 是因为你一家都是拉子 跟任何人一关 晴晴 来来这个陈东 就是你说的傻子钱男友 对呀赵江里我跟你说 我跟他要五十万彩礼 但我弟弟的救命钱 他不肯给我 咱上面早就有人了 信靠有点什么啊 原来这个傻逼 换的是你的彩礼钱啊 什么 礼钱男友把五十万彩礼 全部买了夫妻债券 在别的美女面前装逼 真都 那也就这点本事了 为了在美女面前装逼 把钱花光了吧 就像我们赵经理 五十万那次来说呀 就是小水吧 赵哥 您层于真正的有钱人 成功人士 对国家的您学习 这话我爱听 哎 现在赵哥 我给代表饭 包在我身上 谢谢赵哥 哎 都是小事 苏英勋 你可别被陈东给骗了 他就是个人渣 陈东 撒跑你要自己照 你配得上人苏英勋吗 你呀 你肯定费你了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陈东 是小事 你不愧是自己的 对对 我可是好心提醒 他呀 就是穷人诈故 赶走一条 根本就不会赚钱 就跟着他过一辈子五日去 谁说我不会赚钱 后然 你们开下电脑 就 恭喜你陈先生 五十万电了一百万 就 恭喜你陈先生 五十万电了一百万 说明呀 你是我的福星呀 说明陈先生眼光好 唐长 你快看看这两个小丸老 咱这闹事 孙航 家父 特约委托我来 拜托谁能想到 居然在这 碰到了这个片子 混蛋东西 竟然对VIP 和守护天津无理 沈先生 实在对不起 他们我够处理的 千万不能耽误您的事 孙叔叔 得罪了 我怕 配在这个位置上吧 行长 收拾东西滚 这 少经理 那我们付货这个贷款 这 我昨天就禁止了 好 贵气娘们钱什么钱 滚 你也给我滚 你给我等着 陈先生这个结果您满意吗 看在老同学尹雪的面子上 还行 太巧了 尹雪就是您的特别助理 好 北胡首富家的千金给我当助理 会不会取态了 这是苏首富特别安排来实习的 您就把他当成实习员工就行了 对陈先生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实习员工而已 好吧 小姐 您先带陈先生上去找钱总 好的 陈总 陈先生 时间很紧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陈总 我是来投资的 小年纪 几十万对我来说都是在浪费时间 你怎么连十几万都拿不出来吧 那两千万能节约多少时间 两千万 陈总 这是我行的这东西人 绝对有信息 陈先生 我刚刚的态度我向您道歉啊 可以理解 那现在陈总能给我多少时间了 都是您的 那陈先生 我现在想咱们怎么谈 两千万 我要天红证券的五成股 五成股 那这我做不了主啊 那要不您跟我一起去见见其他两位股东 他们正好都在呢 带路吧 陈先生请坐 这位就是要投资两千万的陈先生 没错 陈先生想用两千万换咱们五成的股份 描绘怎么看 一口气住两千万 还以为是什么老油条 原来是个愣头青 这次好好宰他一顿 给年轻人上一课了 陈先生 先说说您对天红的了解 天红证券成立于2012年 特别赚五成三成和两成的股份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原本证券市场前景一天大 看守公司为了拓展业务 他在打响知名度 对此除了三百万进 这个雷线的解放 难道是老钱告诉他的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陈先生 您怎么知道这些 这不是跟你说的 只是做了一点功课而已 一点 这可是我们公司很核心的东西了 恕我之言 没有这两千万 天红 车国 陈先生对天红的了解 他真面识要什么提到 不过两千万换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是一大 陈先生 您这是趁天红定了 世界大开 有这两千万 天红算数十个病死 没有这种心 天红可能是十个 现在是什么 病死的比比变述 我不超时 两千万是哪个不就缺 你 哈哈哈哈 陈先生真有点开玩笑 开个玩笑啊 特别不用紧张 我认为投资呢 虽然项目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投人 主要呢 我会看好钱子 陈先生 高探嗓了 你要不 咱们商量一下 好 那我出去透口气 意思是让陈先生懂懂我们几天 谁知道他今天就要结果 不去 我找他去 谁去了 这个人的雷厉不行 是我们几个人想不到的 你这时候追不去 跟他说让他给我们几瓶时间 到时候他真把那两千万 投资别人去的东西 不过他说的没错 没有那两千万 结果不死 陈总 会议讨论的怎么样 陈总他们还需要再讨论 肯定是五成股分太多了 他们不会同意的 这样 你也回去想一想 过几天 我在带你来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让那么一小步 到时候 钱总他们肯定会同意的 不用几天 我很快就会 什么 你给了他们多长时间讨论 透这口气的时间 陈东 你不懂这些商人 你这种年轻人 在他们身上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陈东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 你怎么还有心情笑啊 走 我带你去跟钱总他们说说 让他们再多给你几天时间想想 你很担心我 因为 我是你的私人助理 你听我的 我带你过去 林雪 你没有错情况了 不是他们给我时间想想 是我只给了他们这点时间讨论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才是主动方 没错 陈东 我知道你是年轻气盛 但是钱总 他们都是混地商场几十年的老油条了 对于你这种年轻人 他们肯定恨不得从你身上扒一层皮下来的 那也得看他们拿不拿得动 我的皮可厚一点 你现在怎么还有心情有嘴滑舌的 陈东 我可是为了你好 没关系 钱总他们心中有数 我呢 也不是非天红不可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倔 陈先生 我们已经商量出结果 你怎么这么倔 陈先生 我们 已经商量出结果 两千万 占比百分之五十确实有点太多了 我前后投资了一千万 也不过占三成股 周先生 投资五百万 还有技术支持 也不过才占股两成 但是陈先生说的没错 没有这两千万 天红可能会死在这个海域 所以 我们各退一项 两千万 占股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股份 可以 但我只投一千八百 我相信陈先生的选择 这样 两千万 百分之四十股份 陈先生觉得怎样 陈教 感谢陈先生 相信我们 一定会让天红重新走进会 大家互相理解 对了 明天有几个玩投资的朋友 发起个聚会 不知道 陈先生有没有兴趣参加 任何投资 是这样的 咱们这个地方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玩投资的那几个人 互相都认识 大家都听说了 陈先生前两天卖房子 赚了一千五百万的事 都特别想见识一下 这位新晋的投资俱乐 不知道陈先生 得不得 秦某这个面子 秦某没有赞 我一定到场 就会晚上再开 现在有事 真抗衣装 佛抗金装 今天晚上的聚会 都是罗山县的资本剧场 你随便穿穿 会不会嫌弃的 哎 去试试这件吧 怎么样 好帅呀 人家女朋友这么漂亮 我能挺不上啊 怎么样 就这套 好 买了 成功支付一万八千三百元 一万多的衣服 随手就买了 这不光是帅 还是高富帅 陈东 你怎么在这 啊 穷大学生勤工俭学嘛 我来这买衣服 你来这买衣服 买的是这儿的衣服 这里一件衣服 就花你爹妈两个月工资了吧 该不会是在美女面前装逼 才来这里买衣服的吧 你怕 这不都是谁啊 这都是什么呢 说说话 想必您是乙同的爸爸吧 我叫陈东 是乙同的高中文 他妈这会不会说话呀呢 陈东 你怎么说话呢 这是我为婚夫 我老公无良的公司 如今已经蓬勃起势 马上就要迎来第一轮融资了 市值很快破千万 你现在还是靠着爸妈 月薪不到五千的生活费养着 还要出来打工 才能买得起这里的衣服 居然是乙同的同学 什么带上你的那朋友 喝两杯啊 好啊 记得 要带上你这女朋友啊 陈东 我老公出入的可都是高大场所 你可不能让你女朋友 趁着替摊会住场 择日不如转身 不如坐在这里才卖 你这不是我为男的老同学 他又不是我 这里的衣服 想给你买几件 就买几件 我可不像有些人 爱主是在嘴巴上说的 想说哪啊 这小座出来的 我从来不在乎对方的录制 我只在乎对方 是否真心啊 买不起就说买不起 说这虚的呗 李丽童说的对 择日不状 李丽 李丽 我想送你电影 陈东 你疯了吧 这里的衣服 动质好几万上前 是你家一年的收入 你可赌不起 你们这里 这条天鹅群还在不在 天鹅群 可是香奈儿今年的定制款 全球只有15件 价格高达120万 就是这条 麻烦你取出来 陈东 你疯了吧 让你挑礼物 不是让你吹牛啊 这是120万 是120块 年轻人 要懂得分错了 不要说大 年轻人 还是换一件吧 陈东 你就别难为导购了 这件衣服要出了什么问题 把你跟你女朋友卖了 都赔不起 年轻人 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就算 你不为自己导账 也因为我们的导购好力 万一你能站在这里 我怎么解释呀 长哥 你可千万别难 到时候这件衣服 都是穷封物 行不行呗 陈先生 我请你还去算一件事吧 这件衣服弄坏了 我是真的是不是责任 我是真的是不是责任 放心吧 出了很多问题 我全法做过 而且对于你来说 这应该也是个机会 难得的大单位吧 老公 看 你想得美 我是不可能花一百二十万 为你买件衣服的 陈东 这是你离百二十万 最近的时候 看看就行了 千万别碰啊 你喜欢我 没有女人 我不行 你喜欢有什么用 还不是买不起 那在老同学一场上 你现在找个理由走 让老公把衣服收起来 我也不笑话 这也太贵重了吧 我 好吧 你跟我来吧 爸 我现在在燕莓精品礼服店 你能帮我个忙吗 这件衣服 就像长在您身上一样 你看脸的漂亮 老公 陈东 我穿这个 好看吗 这件衣服 为你儿生 就你最甜 看也看了 穿也穿了 陈东 可以让你女朋友脱下来了 这要是出现什么问题 把你女朋友跟你卖了也配不起 年轻人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赶紧让女朋友换下来 要不然 一会付不起钱的话 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也要跟着你丢人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让陈东送我这么贵重的 你们不用挑文件 不用换下来 你穿的很好看 刷卡吧 不行 这也太贵重了 陈东 我们好心劝你 你不要丢脸丢到家是吗 你能卡里面有120万吗 待会刷不出来 可别找我们借钱 赶紧听你女朋友的话 从这里滚吧 喂 刘经理 你这店里吗 你赶紧给我过来 你店里来了个疯子 赶紧给我处理一下 吴总 你来了 喜怒喜怒 哎 非要买天鹅群 谁让你把这件镇店之宝拿出来的 这一条天鹅群 哪怕是弄脏一个脚 也足够让你倾家荡产 你犯了不想要了 是 是这位先生说 他会负责的 我跟陈东高中就认识了 我还不知道他 把他家所有东西加起来 都凑不到20万的零头 他负责 拿他穷打工的爹妈负责吗 你看他像是付得起钱的样子吗 这点眼力都没有 还碰脏了我们的镇店之宝 你明天不用来了 上个月的工资 你别想 可知什么可知 被店里造成的损失 你们两个加起来都赔不起 年轻人 我也是为你好 别等到量从大货 非付起 一辈子都付不起的债务 后悔都来不及 嫁鸡随鸡 嫁广随广 什么身价的人 就应该穿什么身价的衣服 再想 回地摊转转 谁住 妈 妈 妈 你居然有 至尊黑卡 年轻人 你终于找错地方了吧 至尊黑卡 那是有数的 此卡人背负机会 这一段时间都会聚 我可没听说 这聚会上 还有陈东这一号人 炒你个骗子 竟然敢拿一张假卡来骗我 你这卡里的钱 估计连天鹤群的一条袖子 都买不起吧 我可以证明 这张卡是过真价实的北部发展银行的黑卡 美女 原来你是被这张黑卡给骗了 陈东是不是还告诉你 他是这张黑卡的持有者 他爸妈都是穷打光的 月薪加起来 连五千都不到 累死他 也拿不到这张卡 你这么差的家庭 陈东竟然都能做到今天的成绩 这人的手段究竟多可怕 你看 他都不反驳了 美女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可不是能为你豪室千金的白马王子 他就是个臭打工的 恐怕现在连好一点的房子都买不起 陈东 你的父母真的是打工人吗 没错 你看 他现在装都不装了 美女 你要是现在嫌弃他 赶紧去脱下衣服 跟他撇清关系吧 美女 早点看清关 谁说我嫌弃了 今天这件衣服我穿定 美女 什么衣服都穿只会害了你 我们好心告诉你真相 你不但不听证 还破管的破摔了 什么叫你穿定了 这衣服是你说穿就能穿的吗 你这个男朋友付得起钱吗 赶紧脱下来 再赔五万赔偿金 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别在这打总理 现在五万块钱是不小 这要你赔一百二十万 怕你们得不起 一百二十万 全还 一次付钱 陈总 你真是不见关 惨不落泪 我们好心给你这么多台阶下 真是好心当上驴盖费 你把我们当傻子吗 这个卡市真是假 心里没数吗 赶紧把五万块钱 交了鬼蛋 再你走 我就要报警了 我劝你还是别把数捧弄了 制作假讨 那是要受法律责任 是苏老总 无世界的大巨头 是孙允三 有首付吗 没错 你赶紧滚蛋 当我谈生意 我要你赔偿我所有损失 喂 苏老总 刚才啊 有两个疯子在我店里闹事 我这要去赶走他们呢 您稍等一下 我把他们赶走了 就亲自去拜一拜 不用了 你们这里哪一位是陈总 你们这里哪一位是陈总 你们还敢笑 等这位大佬亲自出手收拾你们 你们就笑不出来喽 我说什么 我问你这里陈总是谁 苏总 还是让您见笑啊 还是您有这首眼听见的本事啊 这陈总 就是在我店里面 逼人闹事的疯子 那今天带着他的女朋友 在我的店里闯了多大的祸 您是不知道 一个香妈佬 竟然敢觊觎天鹿穴 陈总 我劝你赶紧带着你这个便宜女朋友 滚出这里吧 那个大佬的怒火 要是降下来的话 连我老公这样的人都应付不了 何况你这种穷光大 你是吓傻了吧 怎么现在还在笑 我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才劝你 你现在笑 等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我只是听说了 你说你老公一哭不了那么大佬的怒火 我就放心了 神经病 别跟这种人一般见了 他那是吓傻了 苏总 你也听见了 这个香巴佬 今天还带着他的便宜女朋友 在我这里闹市 该打扰了店里的尊贵客人 吴梁老板 不过您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他们的 请问 电话就听得到 挺有趣 算你还有点坚持 给刘经理打电话的 正是北湖首次 是薛远山 这位可就是靠服装白手起家 成为北湖首付 服装眼龙头的 最近 苏总又进入了股票 风投的市场当中 那就相当于 北湖股民们 定海神针办了取代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苏总现在非常地好的老公 只要我老公能跟苏总合作 很快就能跟上一层楼了 好 你跟他说这些跟 像这样 没有家事背景的穷小 是一辈子是没有机会 别将这种大了 我劝你识相点 赶紧走 现在还算你面子 买下天鹅群 老公 你可真是个善良的人 不过 这个穷小子 估计是不会理晴了 这么穷 还耗什么面子 呦 不要惊几个吃 吃饱酒 说你呢 香巴佬 还有你 赶紧脱了衣服 从我店里滚出去 谁偿的五万块钱 就当大方要干的了 好 这么重 把电话给承诺 您不一定 太爱护我这种小人物了 不过这种香巴佬 就不劳您亲自处理了 我来做就好了 听不到话 给我找个耳朵好用的来 把电话给承诺 苏董您息怒 息怒 我这就把电话给他 苏兄妹你好 我是陈东 对苏董客气 现在苏董亲自 陈东 天鹅王老师也救不了你了 陈东 一件裙子而已 怎么这么难买 要不要我先帮小姐把这条件买下来 小姐 这条件想不想买过来 这么大的衣帽间 我可能暂时还不需要 况且啊 这里有个人还不是很习 这些你看 处理吧 不用找老爸汇报了 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吗 哎 今天晚上我要飞行东西 我开门前几个月 嗯 参加个聚会 你去一家疯了 好好好 你老爸跟你的叔叔们问好 我知道了 死我又又不是太生 我不知道是苏小姐和姑爷 大象光临 苏小姐 您就不要和我这种小人 一般见识了吧 你知不知道 浪费了我们多少的时间 嗯 我这就伺候故意刷卡 既然真的有人能为了给女朋友买一条裙子 好处一百二十万呀 什么家庭呀 什么家庭 不是说她是香包老家庭 就像香包老妈 她是北湖首富的女婿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真是被你这个倒霉蛋给害惨了 你呀你呀 原来二位是北湖首富的千金和姑爷呀 哎呀幸会幸会 哎呀 你眼睛眨得不眨 住哪下天儿群 哎呀 这些小 年轻是年轻有为 五倍开末啊 对对对 您得说五倍的了 哎呀 不敢不敢 心笑心笑 哎呀 今天 我们该在这相遇 也是个缘分 改天了 当门拜访 十万 勾成我陈先生的朋友 啊 亲笑亲笑哈哈哈哈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好好好好 哦喂慢走慢走 刚才那个无良明明那么过分 你怎么还给他这个台阶下 如果这样 只能让敌人彻底难堪 又不能让敌人彻底毁灭 你记得李宇彤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 我老子 如今的公司已经重勃发展 马上迎来第一轮融资 是不是要过千万了 所以 你要利用它 百姓的忍耐 为什么 这真的是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应该有的诚服吗 陈东 如果 这么收下这条裙子 会不会在陈东的眼里 看起来很败金 这条裙子太贵重了 趁我们还没苟远 我们赶紧把它退回去吧 苏颖雪原本就出生在 北湖首富之下 一两百万对她来说 肯定算不上什么 但是还知道钱财来之不易 不在一件衣服上如此奢侈 有其如此 夫妇何求呀 颖雪 你是不是觉得我钱脏了 还是你不想穿我送你去 没有 我就是觉得 这条裙子太贵重了 其实有句话说的没错 这条裙子 已经能在二线城市 换一套很好的房子了 我还是觉得这条裙子太贵重 我不能收 是故意的 这条裙子太贵重了 人还是贵着自己 他万一被五两太帮了 五两太敢了 就算这样 对孙神辈的名声 也会造成很多年纪 而且 我今天送你这条裙子 就是为了今天的聚会 这条天鹅裙 而且 我今天送你这条鸡子 就是为了今天的聚会 这条天鹅裙 跟今天的聚会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今天会是一场 普通的聚会吗 当然不是啊 今天的聚会 是由北航制作会员的人 才有资格参加的聚会 来场的人非不及贵 所以 与其说今天是一场聚会 不如说是各行各业 大佬的一次碰头 嗯 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吗 对啊 所以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聚会 这是一张人脉关系吗 跟这条裙子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哎 别卖关系 你快说嘛 在一张网上呀 最靠近核心的聚会 资源月珠 我这一次呢 主要目的就是要接触 这张网上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 我不能只吸引几个人的目的 我要吸引所有人 吸引所有人的视线 对啊 所以 我要你这条聚会成 最要点 吸引所有人 最要点的月珠 丁雪 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只有这样 才能迈出目的第一步 那 下福利 下福利 哎 少爷 你看那美女长得真好看啊 你看那身端 哎 这美女旁边的年轻人是谁呀 之前都没见过 该不会是哪家的小公子吧 他爹是谁呀 怎么不过来 真没规矩 我靠 那不会是传说中的天鹅裙吧 穿上它就相当于穿了一套房在自己的身上 哎 哎 哎 这是北湖市首富的女儿的苏颖雪啊 什么 她是北湖首富的女儿 但是 苏远山的准女婿 她不是许飞扬吗 怎么现在就和年轻人一起参加这么重要的盛会 难道说这个年轻人就是苏远山新挑选的女婿吗 许公子今天可是在场的呀 苏颖雪这么堂而皇之的跟着年轻人走在一起 苏家的态人很明确 话说回来 那个年轻人是谁呀 在北湖省好像找不到第二个可以领先许下的了 该不会是某个外省富二代吧 二位真是郎才女貌啊 这一进来就把这全场的目光全部吸引过来 尤其是小姐这条裙子 太漂亮了 这是陈东今天送给我的 这是陈东送的 这么大收益 难道陈东想追求孙逸 这一进来就把这全场的目光全部吸引过来 这是陈先生送给苏小姐的吗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怕不是一条裙子压垮一座房子的天鹅裙 不愧是秦总建筑石果 竟然能认出天鹅裙来 这条裙子刚刚上市的时候可是引起了不小的风怒 就连我太太也偏偏在我耳朵前面念头 可是我实在是拿不出一百二十万去买这一条裙子 虽然陈东在同龄人当中也算是年轻有名 但总贵还是在白手起家阶段 比起资本营的仪的徐家 他还是杯水车薪 堂壁当车呀 所谓华夫配美人嘛 这条裙子就是为银血而存在 我国陆的贵重送给银血 这也太贵重了 这条裙子对首富钱金来说一点都不贵重 贵重的怕不是那份心意吧 秦总你就不要吓笑我了 我都担心剩下这条裙子 人家会觉得我是什么败金女 站在身上 说谁败金也不能说首富的女儿败金呢 你呀就是最翁之一不在此 担心的根本不是这些 不用担心一条群的而已 这是我应该 谁不叫你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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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本市最强企业的聚会 许家是本市属于属于大企业 而我老爸的企业 也就是我的企业 像我这样 除了我 还没有资格 你带着这个年轻的什么 你不能去吗 许飞言 麻烦你放尊重点 尊重点 不好意思 我的尊重是留给大人物 告诉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应该好好遵守父的 要不是我今天来了 亲眼看见 我对不知道 我的未婚妻在跟别人勾三大四 还跟这种独独有的东西 不太迹 许飞言 你在说什么 神冬 别听他瞎说 会不会你解释 你解释 没来及了 这位是 他是许飞言 是我爸爸合作伙伴的儿子 什么未婚妻 这都是他一厢情愿的事情 可是绝对不会跟这种二制度在一起 这所造成的故事 既然了 选家的一个合作伙企 他还不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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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坦定 请不放心 我心中有事 任机长 不管做什么决定 都要考虑听 这决言 我知道 您这可不像是知道的 那 你能说什么 小小话 啊 再给这位淘宝补课吗 再介绍本事的身份吗 啊 许公子啊 这位叫陈东 是我们天宏证券新的股东 小雪 就是陈东的私人助理而已 助理 助理 他刚来 这儿的人还都不认识 今天有缘遇到了 都是朋友啊 你们都是同龄人 以后多手动 多手动啊 原来是个 污名草包啊 就你这样 还敢动我的女 小雪 如果你缺钱 你完全可以过来做私人 非常私人的那种 小雪 不要再害羞了 我们迟早都会坦诚相见 你老爸已经非常满意 我就故意了 过几天 我一去苏家提供 徐飞扬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德行的货色 这些都是误会 你能够证明 这个徐飞扬可不好惹 徐家的家里 马上就要超过苏家了 属于苏家的时代 马上就要过去了 陈先生 别忘了我刚才对你说过的话 为了我们天宏证券 许家不是我们人的姐 孙海说的没错 现在的陈东还不是 许飞扬的对手 他身上还有天宏证券的使命 我怎么能妄想 让现在的陈东 对抗许飞扬呢 可恨的是 许飞扬的家事 比陈东好太多了 大雪 孙海想说的没错 你这是找到个废物啊 连孙海和清晓两个人交起来 都不敢对我说个故事 你还指望这个废物 为你做什么 许飞扬 请你说话注意场合 注意什么 注意保护他 切入了尊业吗 大雪 你就算是要气我 你得找个有实力的人 这样的废物 给我提鞋都不配 许飞扬 你也太不把我苏家套在眼里了 现在还不是你许家的天下 苏家 现在在场的人都知道 苏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也是要养着我们许家的敌心存活 还敢打人 苏英雪 现在的女人 就是要把爪子磨平了 我才会老实 怎么回事 就是要把爪子磨平了 才会老实 怎么回事 邦间化日之下 耍流氓不沉 还跟过女子动作 才丧得是一样 完完吧 这些人都是实际 这个也太疼狂了 这个小子是大人买的 新方进来 许公子 是我让他来的 陈东现在是我们天宏证券 最大的股东 所以我可带你来 想让他认识认识大家 他还年轻 许公子不要跟他一般迹象 他年轻 你也年轻吗 这不重要的场合 是他现在的草包 能出现的吗 清晓 你他妈脑袋糊涂了 许公子教育的事 我已经跟他交代过了 希望许公子看在我的面子上 能够放过陈东一字 你的面子 你觉得你的面子 能值几个钱 清晓 我告诉你 许家要想吞了天红证券 那是分明中的事情 许公子息怒 我知道 天红证券和许家相比 不过是九龙一毛 沧海一宿 你知道就好 谢谢 你跟我爸这么多年 你同事 我也不许同天红 在天红里面 有个老公屎 孙孙 这是许公子和苏 尹雪同期之间的事 你就不要插手 李先生 这是许公子和苏小姐 两个人夫妻之间的事 你就不要再插手 尹雪 你和许公子 真的是夫妻关系 不是 我才不会嫁给这种 表面光鲜亮丽 背后 嗡嗡嗡嗡嗦的家 秦总 既然尹雪说了 他和许公子 不是夫妻关系 那我就得管一管理的事 我陈东身平 最见不得大男人 欺负若女子的事情 完了 全完了 你他妈都老挤啊 赛雪 你可能对我有什么误会 我是艰辛喜欢你的 忘年几个别故事 有多少个冥冠忘族的大小姐 小姐脑袋想要小物 我为了娶你 我居然多少冥冠忘族大小姐的赵锥 这就跟你最颁退的人 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妄想 我现在的小姐 你还不满意 你不担给我 你还要嫁给谁 我要嫁的人 是陈东 陈先生 你非得乱来啊 徐公子 亲子不多人所望 请你以后不要打扰 小雪 就算是要找庆 可以先把你找一个像一样的人来吗 起码是能配得上你的富二丹 能在街上随便找一个 看你几面的草包 猫出男朋友 相信了吧 陈东他现在就是我的男朋友 孙明姐 你还行呢 哎呀 这两个人怎么真的在一起了呀 怎么回事 孙明雪对男人态度向来高 怎么主动签陈东呢 难道 这不是陈东的一厢情愿 许公子 现在相信 你觉得男朋友是我吗 难道 你还想看我们做更过分的事 才敢相信 你说什么 陈东 真的想要给他看吗 你敢 他不行 就算许公子真的想看 我还舍不得我女朋友被别人看 好 你们记得狗大女的 陈东是吧 我不会放过 也不会放过苏家 孙明雪 我给过你的机会 你自己不中用 以后别的求我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后悔 各位好啊 王总来了 听说这次王总带了一顿炸 真不折叹这次要卖一项 请接受 这位应该就是这次聚会的主角了 华天地产的王总 黄军问 各位好啊 关于今天这个聚会 我想大家都听到了一些风声 我想在今天这个聚会上 举办一个拍卖会 这个王总听到拍卖的 是不是关于之城 这件事也是昨天银行才发出来的消息 陈先生的消息还是那么凝通啊 1.8亿 关于之城 六栋102成交 在一年前 无人问津的关于之城的房价 竟然疯狂翻了几十倍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提前调查这么清楚 你这个草莫说 这么多想住在大别墅里面去啊 当然行 今天真是来着了 今天拍卖的都是内部价格 陈先生买一套吧 然后把爸妈接回来住 对啊陈东 你也在这买一套别墅吧 现在关于之城的房价 应该跟不同的楼房的房价 差不了多少了 你还是来这里捡平衡的别墅买啊 你该不会连自己的一套别墅都没有 这跟你没有关系 谁说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你养养你啊 你可以买一套什么也没问题 但是你今天还是别想 因为这里的别墅 陈东 你见到草包 是不是还不知道别墅区的概念 那可不是几百几千万的问题 那是上亿的交易 拍卖整个别墅区 又不是开玩笑吧 这里的人除了这个草包 还有谁住不起这个别墅区 咱们一套一套的卖 才能卖几套出去 当然是一起拍了几个别墅区的 可惜啊 陈先生 原本几百万就能拿下来的别墅啊 看看几百万的小大小闹 也就只能在村民面前装个逼了 真我 完全不是一个脑色 这么看来 许公子对这里的别墅区 很有把握呢 我方告诉你 这里也只有我有这个能力 哦 是吗 你要是只能你毛毛的看见他 看见你 你得不出去 不要站着毛坑不拉屎 陈先生 要不然我们今天先离开这里吧 先避避风筒 等许飞扬把这里买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成为万众主播的焦点 到时候他再继续为难你 连我们也招下 对对对 陈先生 为了我们天红正确 明天理主 你放心 到时候我来替你给许少道歉 陈东 都怪我太冲动了 让你得罪了许飞扬 我们现在不是男女朋友吗 如果连女朋友的保护不好 我还算是个男人 陈东 你没必要得罪他 他这个人就是一条疯狗 拍卖成功后 肯定会带着这里所有人一起耀武扬威 一起为难你 我不想看见你 为了我成为众主之地的 我们还是先走吧 保护女朋友 我做做什么 难道我是个恶人 你是好人 但是许飞扬是恶人 那好人就该被人拿成嘴吗 这是他妈什么狗皮道 陈东 我觉得你还是听他一句劝吧 现在讲我的话 从这里给我管 也是为了你好 不要到时候 在所有人里丢人气 我理解你想英雄救我们的少爷一起 但是我们真的得罪不起许少人 您还是先从这走 后面的事交给我出去 对啊 陈东 我们还是先走吧 我们俩的事 你去求求我爸爸 他肯定会到我 准吧 你说你也是为了官月之城而来 没错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这里的别墅不单卖 不过如果你还是想买一套便宜别墅 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是不能考虑 谁说我只买一套 陈东 你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买官月之城的别墅区 没错 陈先生 这可不是儿戏 虽然您有两千万的投资能力 但是这别墅区至少需要一个亿 陈先生 您在我们银行的交易记录 加起来是四千万左右 离一个亿的距离还差很远呢 小雪 你看看你找到什么挡箭牌男朋友 是什么货色 穷就算了 现在还打中脸冲胖子 为了做北湖首富的女婿 这种牛也吹得出来 没关系陈东 你不用跟许飞扬争这种场面 许飞扬 就算陈东只有四千万 又怎么样 那也是人家凭自己本事挣的 不像你 只会肯老 得那几个亿的资产 原来陈东连几个亿的家税都没有 还真是个三代平农啊 就这 你敢跟我许飞扬抢女人 许公子 火药跟你抢的可不光只有您许 还有今天即将开卖的别墅区 池先生 您千万不要识计 天成证券在您的女之后 好不容易有了一股生机 您现在又是天红的最大的毒 我现在就是把天红证券的所有股权卖了 也不止一个亿 原来你所有的身家家起来不到一个亿 你跟小丑在一起 该不会是想象苏伯父 我说你这个哭的 小丑 你不要训否备人 陈东倒不是这样的人 陈东 你是这么想来关于这城的别墅区吗 我陈东 从来不怕没有影子的大 苏伯父 您快帮我睡着神仙 天红现在经不起这么大的疯狂 秦董 据我了解 陈先生不是这样的人 可能陈先生在我们银行没有存这么多钱 但是在别的银行有很多年 小雪 你就早点开心这个草包 这可不是我现在的金规矩 它是一个吸血骨骗 你现在要是认错 我就不记银鞋 你找他个这么刺激的 他不记银 既然如此 我就用今天拍卖的光月之城的别墅区 来当影子的评论 那现在 看完面会正式开始 一个亿 真不会是许家少爷了 一出手就是一个亿的 这件事我们这点人 你都离不了吧 是啊 许家少爷出一个亿 眼睛都不再眨一下 实在是阔绰 这个许家少爷 属于真黑啊 一个亿 就把这个别墅区的价格压到底了呀 别墅赚钱了 王军又连本都生不回来 还真没有人能够演义处杂的拿出一个亿 就算有 谁敢能就许家也 许佩洋少爷出了一个亿 各位来宾 他有没有出更高价的 两个亿 两个亿 这人疯了吧 一开口就是两个亿 他 他拿的出手 那两个亿 这不摆明了不给许家少爷面子吗 这个年轻人一开口就叫两个亿 该不会真的是什么 这风还赖了 草包 你懂不懂拍拍 您有两个亿吗 去看真正乱掉下 请问这个先生 您贵姓 免贵 陈东 陈先生 您真的要出两个亿吗 是 我要出两个亿 拍下官院支撑的别墅区 陈东 你在这里装什么 你这个词包 连一个亿都凑不出来 还给我喊两个亿 陈先生 许少爷说的是真的吗 请问您的产业是什么 我是天宏证券的大夫 陈先生 我们天宏证券 加起来都没有一个亿 哪有两个亿 让您这么挥过 王总 我劝你还是别信这个草包 他到最后赖照 你连哭都没地方哭 刚好今天孙航长也在这 孙航长 陈先生在北行的存款 和交易记录是什么情况 陈先生的存款 在我们银行加起来 应该还不到五千万 陈东 没有金刚钻 别再自敬我 没有金箍棒 别穿小短裙啊 撑你这五千万的存款 放在我眼里 根本不算钱 陈先生 莫为的问一下 陈东大人是什么人 是哪家企业高 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听到了吧 王总 他父母就是穷打工的 他背后没有任何责任的事 你就算是让他父母 跟他一起还 他曾都 也还不上 只有不到五千万的资产 赶在这儿叫两个亿 你是不是耍我 我急着要把房子卖出去 是我手下那么多工人 等着发工资 如果我这个别墅去 卖给你这个老赖 我到时候工资发不出去 我跟你一起成老赖 陈东啊 你穷就算了 为什么你还这么坏 你还想害王总 风平被害啊 年轻人 我这里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 请想 你们天空证券 今天是不是到这 给我砸场子来的 王总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王总啊 你先别着急 万一陈先生还有别的办法呢 他就是一个下午赚了两千万的人 几分钟的时间净赚五十万的人 绝对是个赚钱的奇才 王总 你放心 我本来都出生于普通的工人家庭 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老赖 绝对不会偷窃 三天之内 我付全款 只是 许公子那么热衷于官员之城 敢不敢押上官员之城 可我打个赌 你撕什么东西 跟我打赌 你也配 许飞扬 不是陈东不配跟你打赌 而是你不敢跟陈东打赌吧 你就 这么害怕输给陈东吗 我有什么不敢跟他打赌的 你先看看这个穷草包 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输给我 我对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我感兴趣吗 许公子不是知道 我现在最起码有四千万吗 哦 你的意思是 你要赌上四千万 我说了 你可别耍赖 说吧 你干什么 你说这陈先生葫芦给卖的什么药吗 怎么突然要跟许飞扬打赌 陈先生的想法不平定外 不是我们能猜的 在此之前 我想先问许公子一个问题 问吗 许公子愿不愿意在两亿上加一块钱 拍下官员之城 如果许公子愿意 我立刻把官员之城拱手相让 并且退出主约 我当然不愿意 陈东 你不会是王军问秦拜的拖板 你轰然抬价 石飞扬 明明就是你趁人之危 想在王总继续用钱的时候 用最低的价钱抢走别墅区区 我现在出一个亿买下官员之城 官军问都得谢谢我 我这是在救他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可以继续打赌 你不用给我白管子 直接告诉我 怎么赌 你什么 我们就赌王总的一个选择 看王总会选择我们之间谁的报价 如果王总选择了你一个亿的报价 那么官员之城的四千万 我双手通算 如果王总选择了我两个亿的报价 那么许公子请给我四千万 这么简单的赌 你可不会没有这四千万 孙唐小就在这里 不信的话 你可以那么说话 我有没有自己 你放心 陈先生的寻感确实有自己 那好吧 那你这么着急主动的 那我就成全你了 师兄 你真的想好了吗 放心吧你 陈东 你到时候要是怀疯 我会派人去 让你做一辈子的废 他敢不得得对我的雪茄 当我 可确实有问题 你问 王总 你仔细想想 一个亿连别处区的成本都付了 你只是不把你都去费用 那你就敢得对此手起 和还在拖欠公司的公文中心 王总 如果一个亿就卖出 官员之城的话 相当于一百五十万 就能买下这里的别处 折合几千块 王总 您想想 您之前为官员之城付出的心血 您再看看您现在的处境 您真的甘心 把官员之城 用几千块一平米的白菜价卖出去吗 王军文 许家的实力放在这里 要仔细想想 你要做什么决定 你做的决定在后果 得罪许家固然可怕 但是陈东和苏颖雪说的没错 这许飞扬一块钱都不愿多加 想必是想用一个亿吃素 而且 这北湖首付加的千金 看起来是站在陈东这一边的 我接受陈先生两不一的报价 王军文 你是不是疯了 实在对不起 一个亿实在是花不起工人的工钱 也填不上官员之城的成本 那瓶冲要犯的算什么 你扣他们几千几万一块人的工资 不就平了吗 他们会缺到你了 许公子 既然输了就要愿赎服输 不要丢了放途社会的面子 丢许家的脸 我都想你的 错了 是你输给我的 这是我应得的 黄军文 到处于这几个草猫 给不了你那两个亿 你别哭再瞅我 刘先生 我为您 彻底得罪了取胜 您真的能在三天内付款吗 黄总 您放心 我陈东从来不是一个严而无性质 黄总 您不认识陈东 也该认识我孙雪的 由我在这里为陈东做担保 绝对不就是老赖 好 我想想 真不知道这个决定 做的是对还是错 王先生 您就放心吧 虽然现在陈先生没有两个亿 但是他一下午就赚那两千万 几分钟的时间就净赚五十万 绝对是个赚钱的天才 小雪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骗走 费养你四千万啊 爸 陈东他不是外人 他不是外人 难道费养才是外人吗 爸 你听我说 今天是这样的 今天在拍卖会上 许对要想要一个亿 拿下官员之城的别墅区 他就是想让王俊温 连工人的工钱都发不出来 陈东没办法 他喊了两个亿的 爸 你能不能帮帮陈东啊 一年飞扬来了 全对我说了 现在啊 这个穷小子 连一个亿都拿不出来 你今天 咱也不能跟这个穷小子来往了 我绝对不会拿出一分钱来 帮助这样 打个脸冲胖子的人 爸 你凭什么跟着我跟别人交往 陈东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胡达 你必须这三阳结婚 我跟你许叔叔 是多年的事交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许飞扬的 有没有你 现在我们正在给其余家 合作风投正确的事情 你说这样结婚 是亲上嫁亲 等这个穷小子 还不起那一夜的待 我就让黑洋跟你结婚 爸 不过没结婚 我把这金饭 请满足打一个说哈 唉 这次真是不让公元军人呗 女婿 大宝不说还白晓起来 叔叔阿姨 陈东在家吗 叔叔阿姨 陈东在家吗 这么晚了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来找冬子 该不会这个臭小子又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吧 这该不会是冬子新找的女朋友吧 看来她是铁了心的跟亲亲分手了呀 叔叔阿姨 陈东在家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在在在 他在卧室呢 陈东 你是不是疯了呀 黄金期货现在都是砸在手里的股票 根本没有人愿意碰 你 你一下子用了五千万 全部买了黄金期货 你调了多大的杠杆 一百倍 陈东 你怎么还这么轻松啊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当然是赚钱啊 陈东 买黄金本来就是一个需要漫长的时间 才能看到回报的项目 而且现在市场上的黄金 都已经趋于饱和 你 你现在进场根本他就不赚钱 幸亏我和孙行长发现了及时 你现在快点把手里的股票都卖掉 还有高买就让人卖掉 这是及时止损 你现在调的这么高的杠杆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没有两天 这五千万就变成三千万了 那就用三千万白出起家呗 人生不是去白干 那白干 陈东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从来不开玩笑 陈东 我也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被黄金期货拖的时间越长 你这亏朽的就越大 我大学就是学这个的 你要相信我 林雪 你别着急 我真的没在乱来 这还不叫乱来吗 陈东 你听话 及时止损也是一种得到 趁我们现在发现了还及时 就不应该这样错误 及时发展下去 我就是为了赚钱才大量买进黄金期货的 我如果有钱让别人赚 我不成做慈善的了吗 陈东 你不要再钻牛角尖了 两个亿的债 我们一起慢慢还 一定能凑齐的 我爸说 要是因为你两个亿进了监狱 他就要把我嫁给许飞扬 所以陈东 为了我们 你能不能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 你要说是为了我们 他我可就更不能卖了 你这 相信我 我买黄金期货 就是为了赚大钱的 我不是做慈善的呀 陈东 你是不是 还有别的什么打算没有告诉我 嗯 想给你穿一个可爱的年纪 该算不算了 你好坏 妈 你下次进来拖招门呗 知道了知道了 儿子长大了 东哥 这女公女是谁啊 这是林雪 是你们的孩儿媳妇 林雪 这是我爸妈 叔叔阿姨好 对不起啊 这次来的比较匆忙 没有给你们带礼物 不好意思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你们没有打响你们吧 没有没有没有 叔叔 您刚才说 美国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对对 跟我来 现在新闻正在播 可是出大事了 可以出大事了 美国发生百年罕见的 黄金大结案 数百亿的黄金失窃 什么 黄金失窃了 对啊 这个世界影响卡太大了 陈东 你抓了多少钱 现在不多 才一点四个亿 才一点四个亿 你就是说 这区区几分钟 你就抓了十几个亿的人民币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现在还在涨 这简直比一条金还快 陈东 你可太厉害了 我说了 我投钱 就是为了赚钱的 到时候 我现在把黄金 去卖过去卖过去 现在是卖吗 可做游戏的好在涨 你再等一会儿 会不会赚更多的钱 做投资呢 最忌讳的就是贪得无厌 我请你拿手机看一下新闻 你我已经开始追回部分黄金了 而且各国经济 已经开始释放黄金库存了 所以啊 刚才就是释放护子的最好 天啊 陈东 你太厉害了 你赚了多少钱 扣掉税和手续费 大概赚了五十个亿吧 一夜之间赚了五十个亿 陈东 你可太有钱了 我现在应该是 罗山县最有钱的人了吧 不 你现在是全县最有钱的人了 陈东 你对投资的这么了解 你能不能帮我一部门啊 我是你男朋友 不用那么见拜 说吧 林杰 我你能不能跟我去见见我爸爸 好啊 正好今天你也见过爸爸妈妈了 我也该拜访一下叔叔阿姨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真的有事要请你帮忙 好 你说 我爸爸最近迷上了风险投资 但是他本身是做服装生意起家的 他对风险投资一点都不懂 老师公司现在亏空的很严重 陈东 你这么懂投资的话 能不能去劝劝我爸让他收手 是许飞扬父子算你 你怎么知道 就是许飞扬父子创作的 我爸因为这个事情 执意让我嫁给他 但是我的心一直在你身上 我怎么可能会嫁给他呢 林雪 你放心 我一定会去见苏贤辈的 我的人 谁也不能记 嗯 陈东 你这么懂投资 我爸他一定会贴你的劝的 好 那等我把关于智晨的钱付了 就给你去见苏贤辈 嗯 那我等你消息 我就先走了 我爸还在家里等我呢 好 我送你 东哥 你爹说实话 这姑娘真是你 对啊 我不是跟您跟我妈介绍过了吗 她就是你儿媳妇啊 老师 这姑娘看起来很懂事 但是一看就是千金大小 谈谈恋爱还行 但是不能嫁给你这穷小子 儿子 你是不是一道热 放心吧 妈 我们是两心相悦的 就算是两心相悦 人家的要求肯定是很高 就你儿媳妇 在这有钱人 这千金年里啊 也就是几月的零花钱嘛 对啊 儿子 我们还是找一个脚踏实地的吧 爸 妈 你放心 林雪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姑娘 东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清廷分手 是不是因为你那样感觉 认识的买出你 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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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 我可以跟你说 咱们老陈姐可从来 没做过这种建核的事 是啊 儿子 我们可不能做那种 十万七中的事 这样会让人家 传奇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马上跟有清廷分手 现在就跟清廷去道歉 爸 妈 你们还得看清楚吧 你亲戚一家都是一无没有良心的吸血鬼 我不可能再和你亲戚有任何瓜葛的 妈 你们也不能在一起 啊 就咱们家里的条件 就是结了婚 你也去到人家家去当坠婿 儿子啊 你千万不能去做坠婿 到老跟人家吃苦受罪 不被人家睁眼看待 你知道多受罪吗 都受罪婿 不如狗 罚了他了 做罪婿 你是老陈姐 威力可独鸟 讲来啊 你当罪婿 我生了孩子 都不能随在老陈姐期了 你知道吗 儿子 爸妈也是为了你好吧 你还要为咱老陈家 延续香火呢 你千万不能做坠婿 太受罪了 爸 妈 你放心吧 我最近呢 又赚了五百万 我现在有自己的能力赚钱 又怎么会养你心呢 儿子啊 你太有本事了 爸妈为你骄傲 五百万有什么用啊 在这富豪钱金眼里的都不算钱 讲来还要拉你入罪 你五百万 五百万你打不成 青青家是有些贪财 儿子 但是比起这青青大小姐 那五百万 在我们这里青青会围着你赚呢 爸 妈 你们放心 我不会做上门女婿的 我会把你的儿媳妇 松风光光的娶回家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呢 因为我的老丈人呀 有求疑过 如果我不身手帮忙的话 他就要遭老罪了 我发本打几十年 看起来有那么老 不过我这一切 整个本子都得给军产 喂 银行都那么早上班吗 宋汉达 只是赚了点钱而已 没那么夸张 好 有需要 我一定会联系宋汉达 盆东 你他妈这个死骗子 居然还敢让我见到你 是不是又想买这里的房子炒作 不管你进不进 我今天是来办事的 你来办事 能来这里办的事情 就只有卖别墅 我今天确实不是买房子的 我确实是来办事 孟经理 今天这里的别墅 可绝对不能卖给陈东 我们这里所有的别墅 都已经被一位神秘的布侯 承包了 是 王总 一定找专 听见了吧 陈东 可不是我不卖给你房子 而是今天这里所有的别墅 都已经被一位身价过亿的富豪 承包了 是啊 那位富豪啊 可是花了两个亿 把我们整个平路区给承包了 陈东啊 上次在北朝 让你的孙海向着 现在这里 可是我王伟的地盘 是吗 那你可得好好珍惜了 你什么意思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是说呀 这也就是最后几分钟 是你的地盘吗 你什么意思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里上上下下都是我的人 别把我惹不高兴 否则 我在这里把你打残了 你都没地方伸冤 王伟 你一直都这么勇敢吗 孟经理 他是不是去骂我 王总 我不敢说呀 对呀 我确实是在骂你 陈东 在老子的地盘 你还敢嚣张 把上次骗我的钱 都给我拿回来 我还可以不计前些 暂时放过你 王伟 亏你家也是做生意的 就没人告诉过你 做生意 沉浸为本 你说什么 我说 卖出去的房子 哪有退过来的道理 特别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我说的话 才是这里的道理 刚出来的孩子 只要我一开口 都得给我塞回去 王伟 你要逼吹过了 你 这个形容 好我的兴奋 好好好 你不给钱也可以 你跪在这里 把我的鞋撇干净 我就放了你 王 王总 你是太仁慈了 他骗了你的钱 你还只让他 舔鞋 看到了 陈东 我对你已经很仁慈了 你可别说我欺负老同学呀 看什么看 我看 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就问我请大小王了 孟经理 把他给我压着 跪下来 好 王总 你 安总 我抓住他了 把他给我 摁跪下 王伟 你有点太浮奋了吧 陈东可是你们这里最尊敬的客人 这里可是我的地板 郭月之虎 是我爸的地板 我才是这里最尊贵的客人 苏英勋 你如果真的想替陈东出族的话 今天晚上 就陪我睡一会儿 我就放在这里 你 你这个抓蓝 你是咋的 你苏英雪才是个贱女 现在谁不知道 许飞扬才是你们苏家的女婿 却天天跟这个陈东鬼混在一起 告诉你王伟 许飞扬根本就不是我的男朋友 我的男朋友只有陈东 你们苏家 现在根本就得罪不起许家 苏英雪 你识相的 让我占点便宜 如果我把今天的事情告诉许飞扬 到时候倒霉的可不只是陈东 还要带上你们整个苏家 苏英雪 你的作品 还是不好的 呸 你也呸 你敢呸我 王伟 张大你狗眼看好 陈东 他才是我未来的照顾 你这个贱女 你真是个骚扬 你就喜欢这样的穷小子是吧 陈东 你敢打我 王伟 平时注意不要作与过度了 都锻炼锻炼身体 要是赶在你爸前面死了 你一毛钱一场就继续不到 方伟 陈东说的话 你可要往心里去啊 什么这顿狗男人 给我等着 陈东 你没事吧 滚 一个人都拉不住 你给我叫人 叫十个保镖过来 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陈东 保镖 你快撤来 给我打 王伟 放了吗 要干什么 你们不是不老实吗 那就把你们打到老实 给我打 孟经理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保镖 我都说了吗 今天有会客 下个会客怎么办 李经理 我爸那边 你去帮我应付一下 王总 这里有个疯子闹事 得罪了王总 所以啊 王总 把保镖过来 教育教育 这个白家子 不要等天在这儿跟我闹事 哎 王总 这次可不一样 这次啊 是那个疯子呀 先打了王总 而且啊 还口出狂言 祖父他早点死呢 你们不要在这儿闹事 这个时间 贵客都到了 带走 带走 把陈东跟这个贱女人 带到看不到的地方去 等一下 你说把谁带走 你们都给我闪开 王总 这就是你对待贵客的方式吗 陈东 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 爸 就是这个小子 从我这儿骗走了三百万 今天还敢来这儿顾忌宗事 像低价埋在我们这儿的房子 混蛋的东西 陈先生卖给房子给你 看得起你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居然向着一个骗子说话 他才是你亲生儿子吧 混蛋 不得我理 陈先生就是花两个亿 买官月之城的人 不是爸 他陈东就是一个乡不老 他哪来的两个亿呀 闭嘴 混账东西 这个陈东 就是我的大学同学 他什么熊样 你们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一穷二百的穷小子 上次他一千万 都不知道从哪儿坑蒙拐骗来的 混蛋 陈先生就是一晚上 净赚五十个亿的神秘散户 爸 他怎么陈东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我还说 那神秘散户就是我呢 北航行长亲口跟我说的 那还能有假 陈先生 对不起 是我没有管教好这个孽障 爸 我 我是木王 你知不知道 我们王家差点被你毁于一旦 爸 我不是你爸 你现在是我爸 陈先生 我替这个孽障给您道个歉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接受你的道歉 但我好像记得 咱们的交易还没有打扯吧 是 是 贵公子刚才说在场他是最大的人 是吗 他放屁 陈先生 这里的一切都将属于陈先生您的 那是一点 我还没有交钱 如果别处去留拍了那这的一切都不属于 陈先生 我教祖无法 陈先生 您准点 王伟其实也没说什么 无非就是说 想让我舔他的鞋 想让我你用便宜 还想打开我的腿 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爸 你这 陈东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哪想干什么 混账东西 这是我教你的第一课 不要惹不该惹的人 我的腿 我的腿 老总 我只是重复了一下贵公子刚才说的话而已 您没力要下死人手 我的腿 混账东西 还敢跟陈先生不敬 是不是另外一条腿也不想要啊 陈先生 这条腿是我教育儿子自己打断的 跟陈先生没有半点关系 王总 合作愉快 陈先生 关岳之城的一切 都属于陈先生您的 关岳之城的这儿都完了 现在可以去趁苏前辈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好 走吧 谁啊 这个时间还给你打电话 喂 孙行长 原来是孙叔叔啊 是我啊陈先生 不知道今天陈先生事情紧张的还顺利吗 很顺利 这还要多谢沈分行行长提前证明了我的身份 沈去了中间不少麻烦 想必 其中也一定有孙行长的功劳 陈先生 咱们大家也算是老朋友 而且您现在使我们罗山县公行最尊贵的客户 帮您本来就是我分内之事 孙行长能把我当朋友也是我的荣幸 孙行长 我现在还有事 我们回头见 好的陈先生 陈东 你今天好威风呀 我以为你会给王军伦面子放过王伟呢 对付王伟这样的无赖 就要以报制报 不让他最依靠的人把他打服 分不清大小的 陈东 你现在这么有钱了 怎么还对孙行长这么尊重啊 孙行长现在已经完全服务于你 孙行长现在虽然在资金积累上完全比不上我 但他作为一行之长 绝对拥有相当丰富的人脉 原来是这样啊 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有时候尊重和服务都是可以伪装出来的 能够得到孙行长的尊重和服务并不难 得到孙行长的真心以待才是最难得的 陈东 你的格局真的是太大了 哪里 而且孙行长从一开始就对我不错 所以我也愿意交这个朋友 你就别谦虚了 现在的年轻人再修炼个三五年都没有你这样的成熟稳重和这样的大局远见 到时候我爸爸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 哎 陈东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爸这人别的爱好没有 就是喜欢追求点高雅玉术 尤其是对书法发问 哎 你等一会儿只要挂下字写了好 我爸爸一定会非常喜欢你 你说是不是巧 我刚好对书法演员很痛 走 爸 开出来了 回来啊 你是谁啊 爸 他是陈东 师姐妹 晚上好 这房子真好 低调又不是车滑 比我家的小房子好多 给你一千万 立刻从我的女儿身边教师 不要指望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那一套 年轻人要踏踏实实 趁早把那两个亿的债还清了 爸 你在说什么 陈东 他哪有两个亿的债 你不要不承认 老是向着他说话 飞扬这孩子已经把前因后果都告诉我了 那个陈东啊 账上只有两千万的存款 再加上飞扬的那四千万 也就是六千万吧 爸 怎么许飞扬说什么你戏什么 陈东 他根本就没有两千万的债 难道你没有出钱 让官员也是撑刘拍吗 这个行为差点坏了 你知不知道这笔钱对王军文多么重要 如果别出去刘拍 卖不出去的话 你知不知道 这对王军文 对社会来说 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爸 你听我解释 别给我解释 爸 陈东他没有两亿的债 是因为今天 他已经全款买下了官员之头 钱都已经付完了 不信 你自己打电话问王军文去 四千万 我不光知道这两个亿对王军文都重要 我更知道 这两个亿对那些 还没有拿到工资的工人兄弟有多么重 您应该不是不知道 许飞扬品院出一个亿 您觉得 这一个亿经过层层磕托之后 到工人兄弟手里 还甚多 爸 你看 我就说陈东他不是那样的人吧 苏小辈 您也是工人书师 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个钱 对工人兄弟来说有多重 一个亿 真的是在帮我做 您 年轻人 有这种的觉悟 非常的难得 但是碰巧说白话 倒不如不做 你怎么有两个亿能赚进钱款呢 爸 您还记得您今天上午在服务圈 花赞了一位一夜净赚五十亿的神秘散步吗 这个人就是神动 老陈是一夜之间 黄赚五十个亿的神秘散步 刚才 你还说现在还住在小房子里 谁规定了 挣了五十个亿就不能住小房子了 这也不违法 不违法 不违法 可是这为什么呢 你的父母啊 他们看你住在小房子里 不兴成吗 我其实现在就跟我父母住一起 他们都是普通工人 我爸突然跟他们说了这件事 他们说不了 所以没敢说 那这些都是你自己赚到的五十亿吗 这是 难得 难得呀 难得有这样的能力 还有这样的胸怀 陈东 你这个死婆怎么不在这里 伯父 这个叫花子就是我给您说的陈东 我这就帮你把它赶出去 许飞洋 放肆 特别是苏家 你在这里还没有说三道四的词 你就是被他给骗了 你现在在哪儿上头 怎么 带他回到家里面 你苏伯伯要钱 苏家丢脸 你不要在这儿信口词货 还有你 怎么 您受众之所判好 想把这续当个宝吗 千万不要给他两个亿 明明一个亿 我就可以拿下那个皮肤区 就要把那个皮肤区 抬到两个亿 做总商场的生意 给你钱 你只是一辈子服不上山的烂泥 哎呀 不得无力 陈东今天来 不是跟我来借钱的 人家 已经还清了两个亿的债了 还有 你怎么不给我提 还有用一个亿 下了关月之城呢 不知道你王叔叔 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起了吗 不 你不知道 其实 金月之城 现在事情造成教权力 你说一个亿 那其实是最高的事情 你不能工作善事 怎么做钱 那为什么人家 同工就赔了两个亿呢 啊 就要在教权面前弄逼吧 你这个情况 不对的 教权啊 教权考虑到 这个 人数区的 这个 人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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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在这 你这一面 很短浅 得到的拖住 直到的拖住啊 呼吁山这个老鱼 要不是为了举宿 你选这个大美女 谁也会提这个 马车在这里给我打客 伯父 您是我的老战人 您说的自然都对 我也会提 我说的这些 你要听进去啊 徐阳 徐飞扬 你少在这自作多情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你不嫁给我 难道嫁给这个草包吗 一个出了一个月的人 却说出了两个月的人是个草包 徐飞扬 你这位根本就是在自己歧书 了解 这是做生意 不是做下事 我只做好用不赚钱 那一共你跟着我 跟我一起喝西美风吧 而且他说他有两个意 他就真的有两个意吗 只是两个意而已 还不至于因为两个意 让自己的老婆跟我喝西美 再说了 我付这两个意 也不是为了做大战人 而是既能够帮我们军妹一把 趁人之道歉 恒乐而不为 这两个意出的好吧 如果做生意 只考虑自己利益最大化 不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 以后就没人特别做生意了呀 苏先生被我讲了 我不过是因为自己赢过鱼 所以看到再赢工的人 也想让你撑一把 徐阳 你这个格级很大呀 你这个想法很好 我不 不过啊 一直在喊炼字嘛 要去一起换 等我 哦哦哦 年轻人 你们也来看看 我刚写了一幅字 你们看看怎么样啊 陈梦 还说你跟陈梓的什么呢 逆水行舟 无尽则退 好一个逆水行舟啊 莫夫 您这个字 写的完全是大家风范 你看 这个不是技术 这个是伯父您多年积累的灵魂吗 这是艺术啊 你小子 说得也太夸张了吧 那真有这么好吗 哎 伯父 您这次能够直接开会长啊 要是你以后您不开公司 光是靠着会的 也能够赚不少钱了 你小子 不要总是钱不钱的 这是艺术 你不能总用金钱来衡量 但是你这话我还挺爱挺的 陈栋 快 老师 你等着书法 你来评价一下我这字怎么样啊 呃 苏前面的字写的很好 但是 还是差点 陈栋 你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现在看不上伯父的字 是不是明天就看不上小雪了 过几天 是不是看不上整个苏家了 陈栋 我没用事 我们之前不知道有个问题 陈栋 我说的是实话 原来 已经提前给他说过了 陈栋 怎么 你连这点人情事故 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许栋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难道不是吗 如果你不提前给他说 那他顶多也就是一个 不懂心肺艺术的想巴勒 但是他已经知道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根本不想娶你 陈栋 果然穷人丈夫的想巴勒 你还是想巴勒 肯定是见一个爱一个的 小雪 新的姐 你还看不出他是什么鬼子 赶紧死心吧 放心吧 盈栋 我成功跟你一起 老雪 不用着急 陈栋 你去滚出去吧 怎样 不得武力 大川啊 余网都是别人说我写的字好 多么天荒烂队的花言巧语 我都听过了 但是 你还是第一个说我这个字 差一体的人 那你说说我这个字里面差点什么东西呢 苏前面的字品店 有岁月成见的方式网络 哦 苏前面的字层记录从来都不够满路 可以参加主赛 但是 苏前面的字层记录从来都不够满路 可以参加主赛 但是 苏前面已经 苏前面 您已经变成了别人奉承你的样子了 如果把您的字和别人的字放在一起 当然不去 只不过 想从里面立也不认识 所有的提示 说我这些跟书法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想法导 到底懂不懂书法 当然还跟书法语 书法语 他也不认识 嗯 小川 你再细说一下 苏前辈 其实您是个很聪明的人 您现在让我去说 无非从我这想念这您想法的真伪 我现在可以告诉您 您的想法是对的 嗯 我懂了 这番话 真是叫我这做前辈的书教了呀 对头皇父 我记住前来 又想说咱们两家的亲事 我和小雪的婚事 您看怎么说 你跟小雪的婚事啊 我看我们还是 苏前辈的意思是 这么大的事 肯定不能跟你一个年轻人商量 要两家人共同一起来吧 陈东 今天就算是许飞扬的爸爸 妈妈还有老祖母都来了 我也是对你不嫁的 请 陈东 你这句话说的还算有点眼影劲 现在来到苏家 知道自己根本配不上做苏家的女婿了吧 小雪 我决定还是听一下去弄了一句劝吧 婚姻当时 父母遂命 没说这一点 你也早就应该听苏老父的话 那我就不继续在这里待着 看你们这对普遍云养 怎么被拆散了 我可不肯跟这个山山来的 在同一个空间 呼吸同一个空气了 那我就先走了 还有一件事情 怎么了 飞扬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苏老父 还有一件事情问你求太多 我爸说了 只要我们俩这一点鹰 就是整个北部什么最强 到时候只要风头成功 苏家的企业就会活过来 我爸说 您就不用整天再担心苏家的企业 是吗 那替我谢谢老许的好意 我先兴领了 老师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 当然不是 那你刚才还想让我跟许军娘 做苏黄家长呢 你说 你现在是不是有了区区五十亿 就不想娶我这个区区 给人送自你的了 我总可能是这样的 好嘞小姐 你也不要怪粉丝了 我其实刚才已经听出来小陈是什么意思了 什么意思 小陈 你刚才说我这个字啊 是不是暗示我 俄一奉行的许飞扬有问题呀 不会是思想的 不是那么势力的理解我意 小陈 小陈 小陈并不是不想娶你 而是他找借口把有问题的许飞扬支走 有些话是不能让许飞扬听到的 打他脸还需要把他支走吗 再说了以成东现在的实力 许飞扬根本高谈不起啊 打了脸 其实在这打了就好了 是啊小陈 你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那现在呢 还把我当成一个只分空口说大话的成功好报 才会让他放松努力 之前是敌暗国民 现在是因为我暗国 好啊 我现在是完全相信了 你能在一夜之间 赚五十个亿 十里啊 爸爸 您现在终于看清许飞扬的真实罪念了吧 也知道 成东比他特优秀了吧 您现在 不会再让我嫁给许飞扬了吧 其实啊 我在听到许飞扬用一个亿 吞并了官月之城之后 我就看出了 他和小陈之间的差距了 这次又不是小陈提醒我 要上了徐家的当啊 徐师爸 我今天叫陈宗来 是想让他帮您看见风格的事情 这个夜之间 一段五十个亿 越是配合的 说吧 苏前辈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苏家企业应该已经濒临扩产了 扩产 是真的吗 是啊 是真的 但是你放心小雪 我已经给你留下了 让你富足一生的钱 原本这次和许家合作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挣扎了 真动 你有什么办法吗 实际上 可以败 但是绝对不能散 放心吧 这次来的 就是来保护苏前辈 做个律师 你问 这是真的吗 其实苏前辈 在我看来 苏家根本没到 实际最后那股气的地方 只不过呢 您被许飞扬父子奴隐的时间太长了 您看明白行为有关 是 我爸爸开钱 就是太兴趣的意思 那小雪你说 现在苏家应该怎么做 在工作这块 您是不是从来没有亲自过 都怪我 我也不懂这些 都交给其他的股东了 但是我觉得吧 他们都是跟了我多少年的老虎弟了 大家都是欲容计辱 欲辱俱辱 爸 你真的是老福度呀 你之前明天告诉过我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许 你只要走过前辈 才是重执意 还叫什么苏前辈啊 叫叔叔就行 等麻烦解决了 把小雪取回家 就该叫我爹了 放心吧 爸 陈东啊 他肯定会完成任务的 唉 你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这件事情 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公司啊 现在已经砸进去七个亿了 全是总公司的账 七个亿 有这么多钱吗 徐家父子告诉我 高风险 高回报 当初说的好 投进去多少 拽得多 几十位的盈利 弥补公司这两年的亏损 轻而易举的事情 结果呢 现在这个项目 变成了无底洞 爸 你可真是病急乱同意 陈东 你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陈东 无论是什么项目 都进去了七个亿 总的有些损法 但是过了那么久 哪怕是亏损 也应该有回应 小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一定是被许家人摆过的 您不觉得 苏家的企业 因为这个风火项目 进入了难免 但许家这两年的事情 越来越好 现在甚至都在疯传 许家又取代苏家 成为北部首富 太嚣张了 许家实在是太嚣张了 还是要感觉他们这么嚣张 就不让苏家一句 老陈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许家碰了这几个亿 那许家凭什么突然 和你保充了呢 就凭许飞翔那个傻儿子 的确 的确 从许飞扬处理官业之城的 这件事情看出来 这样的人 只能是狼狈为奸 互相利用 互相伤害 聪明的大生意人 是不会和这种人 建立长久的合作的 他家这么下流 肯定不是凭借自己 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这期间 不知道通了多少官业之城 但是 现在公司投进去七个亿了 现在让我收手 我真是不甘心啊 但许家就吃定了您 会被这七个亿困扰 用紧图心理往后来 可恶 许家真是太狡猾了 就算我现在看出这个局 也补不上我公司七个亿的窟窿 也没有办法从中抽身 也只能是 越陷越深了 您放心 钱的问题 我来解决 哎 这可是七个亿啊 哪有那么好的办法想出来呢 爸 您就放心吧 因为啊 陈东是一夜之间 净赚五十亿的人了 他说有办法 就一定会有办法 不会让许家把那七个亿图吃进去 哎 小雪 你的眼光确实比爸爸的好啊 你自己找的这个女婿 我怎么越看越喜欢她呢 当然了 这可是我自己亲自挑选的 我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但是以后我们给结婚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这就是我的家事 任何对我家人独立的 你说的对啊 咱们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我们现在能这么团结 真的是太好了 虽然我的财产可以随便出七个亿 还离不住家的公公 那儿图子 比我的幸福 你不过轻易的放过许家 也是很容易的 哈哈 哈哈 我就喜欢你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太轻易的放过许家伙子 真这么做 还不答应呢 哈哈哈哈 好女儿啊 你给我找的这个好女婿啊 有我当年年轻时候的影子啊 啊 您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喜欢什么了 是不是都胜过喜欢你女儿我了呀 老陈 这次你就大道破骨的去干 我百分之百的支持你 我会让许家把那七个亿 一分不差不出 那你有什么计划呢 我知道是被杨家把钱能投进的一个公格互联网公司 要搞他很容易 老陈 你怎么知道徐家的互联网公司 什么互联网公司 徐家让我投资的就是互联网 他们说网络发展真真日上 现在及时进场 又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这件事情 只有公司的核心人物才能知道啊 连小雪我都没有告诉他 不是 早就马晨也帮那种家人 因为你一直在调查行业 甚至摸瓜 想到了这些公司 这可不是稍微的调查 这几乎是对徐家知根知底的呀 真的吗 知道 老陈 你现在需要我给你准备点什么 呃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办公室 没有 那我们直接去苏氏金山的总部吧 就一个安静的房间和电脑 不用这么心事定替吗 哎 老陈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 这是事关苏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啊 老陈 你是自己开车来的吗 老陈 请问 这银水带不来的 我还没有自己 年轻人 能够这么朴实 很难得呀 回头你到我的车后 飘以后 赶上哪辆车 你就开上哪辆车 苏氏集团在最巅峰的时候 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是三十多亿 你这么年轻就拥有了五十个亿的资产 而且还是在一夜之间 真是令人震惊啊 所以这些都没什么 只是个开始而已 客人 他们真的把那七个亿完全分了 这期间还骗了别人一个亿 要是我早点会发现 也不至于给你 你也做整整七个亿啊 现在发现也不晚 陈总 你不是知道许致金融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吗 当然了 你竟然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往里头钱 现在不光是七个亿没回来 连十个亿都搭进去了 烟水 有没有听出过一句话 烟水的灭亡 必顽成仓法 我就是为了叫许家把七个亿吐 不放个肥肥的月儿 太糟糕啊 小姐 小陈这么做 也就是说 小陈已经成为徐志金融的化石人了 也就是说 他想认股票增 股票就得胜 想认股票降 好就得胜 原来是这样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许家一会很快就开始跟我联系了 可是许飞扬对你印象那么深刻 就算只是听声音 也都能认出你来啊 放心吧 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人了 经过这一遭 许飞扬对我的印象挺现的深刻 他做恶梦 应该都是我们吧 No 太帅了 你看这个合体 有一个神秘人 在咱们许志金融集团 磨色了十个亿 现咱们提升的股票 在疯涨 在疯涨 赶紧和这个神秘的贵兵联系一下 还有件事 赶紧告诉你那个未来的老丈夫 让他心甘情愿的把钱掏出来 赶紧告诉你那个未来的老丈夫 让他心甘情愿的把钱掏出来 什么脑装人 咱们要是装住这个机会 不是更加发达 那个什么苏远山 他算什么 他就屁 而且 这有钱挺快 有多少票 大概一票就去取 我更没想起这个书运起来 这个借 签过那个三八老的手 我就觉得会起 臭小子 有点大觉 苏远山这个老家伙 这么多年 还给我们吸着血 这老家伙 这么多年要扬眉 我也看烦了 咱们要尽快把他的钱 搞到手 到时候 你还取谁取谁 咱们还敢给我打电话 是飞扬吗 伯父 这样 有个好消息来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让你这么高兴 咱们那个风头像我 有个神秘人 他突然直接住过十个月 现在这个股票 直接在通涨 把咱们这个股票网络 直接带起来 那股票大空上 拦都拦不住 是吗 那太好了 说你 所以我父亲就说 咱们就是要成亲家的人 所以 不过 不过 这一次 起码不要错过这好时机 哎呀 飞扬啊 可是这个好事啊 我不是不想参与呀 你知道 现在苏式集团的主定 一时半会儿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 这样吧 你给我几天的时间好吗 这样 那行吧 那总之 到时候万一 你要甚至长晚了 那千万别说 我们要提醒你 你说的演技 还可以吧 嗯 你这演技真好 我都快信了 一眼 这一次我们这个楼械终于上钩了 还好不过苏远山 我们许家 以后 又是北湖城的老大了 不许传笔 今天的苏家所吃的屈辱 姑娘 我们要在股价上涨的时候 要抛售股票呢 不行 别人看见我们抛售股票 不比我们抛售的更好 而且 现在我们只是耽误自己的钱 这么少钱 还没有收回的信息 才是你想得多高啊 我这么大年纪了 还被这些婴后小力 扭住的眼睛 您只是太想看到回报了 我现在呢 要说是想要收购 水智金的天网 你说怎么做 我全力配合你 谁家父子 这些水智巨大的炮口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炮目 越漏越大 炮口 在气泡爆炸的时候 谁家的水智 没想到啊 无言你这么年轻 都有这么深的臣服啊 但是 你这么突飞满定 徐江 人家 人家手中的 陈哥 我会有点错误 让他们更加窗口 我要申请 一个新的银行账户 这事情都不好办 没有银行的关系 很难办 我来帮你 银行的关系 我靠 陈东 您可太有信念之名了 你真的用这个 做好感觉的人吗 是孙采吗 这个老福利 他都不轻易给别人 而且 他都轻易给别人 喂 情况怎么样 陈东哥 信不许的预测 你要过来再来 只出一个亿 他们骗了出家七个亿 竟然只想出一个亿 简直太便宜他们了 不买 告诉陈东 这是一支会下单的经纪 这点钱 我只够买鸡毛的 甚至他们 你应用买鸡毛啊 陈东 如果许贵阳父子 听到你说这句话 他们肯定会 气死吧 他们如果被气死的话 那七个亿 有必要不回来了 充气往前别死 你气死我了 太骄张了 干什么 这么吵吵吵吵吵的 爸 你叫那个门蛋他说什么了 他说咱们公司 现在就是一个 混下鸡蛋的鸡 鸡 我们穷了一个亿 去买鸡毛 看来啊 还真是被猜对了 这个人啊 不是想给鸡鸡 下鸡蛋 而是想直接吃了 我们这鸡鸡啊 那公司的 跟怎么办呢 充了鸡 把这鸡啊 整个拴在我们的手里 我今天做到这个程度 什么 我今天做到这个程度 什么 你这次做了多少钱 这次工作也就 几十万 我今天做到这个程度 什么大风大浪的事 我都做过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运筹为过到这个程度 老师啊 咱们这么晚了 你也没有自己的车 要不就再 暑假过夜吧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老师 你就是我的好姑爷了 我决定把小雪嫁给你了 谢谢小雪 那你改头 好 谢谢爸 我也是 我会永远爱你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 本省最年轻的守护陈东和前任 守护千斤苏尹雪结婚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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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